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澳關係越來越緊張 自從澳洲堅持要搞國際間獨立調查之後 使得中國激到彈起 中國首先向澳洲以口頭上作出經濟脅迫 但澳洲完全不為所動 企硬不肯放棄 後來中國施展兩項反制措施 分別將澳洲牛肉的進口減少三成半 以及對澳洲大麥徵收懲罰性的關稅 但澳洲也不是野小 不是站著讓你任答 最近人家有一位參議員動議 說要禁止澳洲奶粉出口到中國 這招簡直是絕招 因為澳洲奶粉對於中國的顧客來說 實在是趨之若無 甚至乎連老解去澳洲訪問的時候 都要大手地瘋狂掃貨 幾箱幾箱地買 好像不需要錢 如果這個絕招實踐起來的時候 對於中國的家長來說 簡直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提出動議的就是澳洲坤士蘭省參議員 單一民族黨主席韓森 他就說澳洲應該對中國實行反制的措施 將出口澳洲嬰兒奶粉到中國列為罪行 他就說中國的消費者 自己本身又不信任中國製造的奶粉 搞到長年以來 有很多中國人在澳洲大量掃貨 進行代購活動 然後賣回中國那樹謀取暴利 搞到澳洲當地人想買都說買不到 他就說澳洲應該以本地父母的需求作為優先的考慮 將出口大批嬰兒奶粉到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行為 列為罪行 同時他就批評澳洲在經濟上過份依賴中國 中國佔了澳洲的出口貿易額三成六 而中國的商人又在澳洲大肆地購買農地 房地產 再利用當地資源生產食物運回中國 大家聽到這位韓森參議員的主張 就知道他是屬於右翼民粹主義的政黨 但他的倡議真真正正就是影響到中國家長的利益 事實上大家可以去淘寶也看到 有很多澳洲奶粉的代購 根本上全都是中國人在做 就算不是中國人 也是近幾年才移民到澳洲的中國新移民 在上個月的時候 墨爾本才發生了一宗關於奶粉的爭議 那是甚麼事呢? 由於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非常嚴峻 澳洲的超市限定了 每一位顧客只能夠購買兩罐奶粉 事源有一對中國男女 就不知道他中國籍或澳洲籍 反正各自買了兩罐奶粉以後 出了超市又進去博猛 每人再買多兩罐 被一個澳洲的阿伯見到 叫他們馬上放下 誰知道這兩名中國男女 竟然對於澳洲阿伯動操 這件事就被一個鏡頭錄下 放上互聯網那裡 就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討論 其實到最後 這兩名中國男女 都買不到額外奶粉 因為超市的保安員和職員陸續出手 兩名中國男女只好死死地氣 放下四罐奶粉 但這件事也足以證明得到 澳洲的奶粉對於中國家長來說 是極受歡迎的 這還未止 去年六月份的時候 澳洲有三艘軍艦去澳洲訪問 分別是昆倫山號、許昌號和諾馬狐號 這三艘軍艦去澳洲到底是做甚麼呢 原來被澳洲媒體拍得到 他們將一箱又一箱的澳洲鷹人奶粉 從貨車上搬到南艇 因為當他們大手購買的時候 超市就會安排一些貨車 送這些貨品去到目的地 既然是中國的老解去買 就運到這個岸邊 但你也要托上南艦才行 於是就被人拍到了 但從照片裡拍得出 整個貨車後面都是奶粉 總共買了多少呢? 當時環球時報買了五十多罐 但貨車內的奶粉 整個二十箱都有 不知一個箱裡裝了多少罐 照計每一個箱裝了兩罐那麼少 明明是死撐 在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在湖南的深州 又發現到有大頭嬰兒奶粉 後來已經查處了 發現到這件事是真的 不是家長在尋釁滋事 連賣大頭奶粉的老闆都已經判罪了 故此 一旦澳洲將出口奶粉到中國 列為一種罪行的時候 對於中國家長來說 肯定會造成非常嚴重的打擊 因為澳洲奶粉就算是在網上代購 給別人贊勇也好 出口到中國 都是比其他國家買的便宜一些 而且澳洲的奶粉就是價廉物品 在中國家長的口碑非常好 突然資金說不准買 你說多麼濕製呢? 當然這一招就是七雙拳 對於澳洲的經濟不多不少都會有些影響 但是不要小看中國的代購 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走去灰色地帶 去轉空子 就會使得澳洲奶粉 交付到中國家長的手上 包括怎樣? 你不可以直接出口到中國嗎? 他便出口到別的地方 再轉送到中國 他又賺多一點 他便將價格提升一點 反正中國家長的錢多的事 到底在中國微博上 那些小粉紅的回應是怎樣呢? 他們說得好像很不在乎 他們便說 好啊不要停啊 最好禁止所有澳洲的產品出口到中國 有些便說 果然就是缺乏智商 通過打字機來懲罰別人 其實不是的 因為那些代購肯定會大批繼續掃貨 好啊 接著有些又說 中國奶粉企業笑到下巴都掉了 總之說得好像很不在乎 實際上是否這樣呢? 當然不是 中國以前搞過什麼罷買日貨 一時又說要提倡罷買美貨 都沒有一樣做得到 每次都無疾而終 現在使澳洲說要禁止對中國出口奶粉 實話都未有一撇 這位韓森參議員只不過是昆士蘭省的參議員 他也不是澳洲國會的議員 這班小粉紅聽到消息 馬上又好像起了槓一樣 你是就好啊 只不過你行動上做相反的事情 口頭上又說不買不買 實際上那些家長就是購買優質奶粉 沒有錢的人才要逼著買國產 這個世界什麼都是一分錢一分貨 澳洲最近和紐西蘭成立了一個跨塔斯曼安全區 為什麼要說跨塔斯曼呢? 原來就是澳洲和紐西蘭中間的塔斯曼海 所以就叫做跨塔斯曼 最近有其他太平洋國家都說想加入這個安全區當中 分別就是菲製和阿努亞圖 澳洲總理莫里森的親密戰友 國會議員夏馬就說 跨塔斯曼安全區還不夠 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刻 澳洲和太平洋島國之間應該彼此關照 故此應該設立一個跨太平洋安全區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應該擴大對這些太平洋鄰居的協助 壓制中國對這個地區與日俱增的影響力 換言之 跨塔斯曼安全區也好 跨太平洋安全區也好 目的就是為了抗衡中國 好了 下馬還說到 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競爭十分活躍 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正在企圖扮演更大的角色 所以澳洲應該採取更主動的做法 如果這件事搞得成的話 中國其實都會很頭痕 他頭痕之處就不在於中華民國去撬走他的邦交國 而是今次要和澳洲在太平洋地區之間作出一個外交的競爭的話 到底這些國家最終選擇是親中還是親澳呢? 這些國家其實也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們無非想要的是什麼?就是金錢外交了 有很多國家甚至乎是遊走於中共和台灣之間的 一時又說跟這個建交 一時又說跟那個斷交 完全沒有任何外交忠誠可言 這些國家無非就是為了拿錢拿著數 中華民國答應了你的事肯定會做 中共那方面是怎樣? 不敢包了 反正未建交之前托塔都可以 答應你 到最後能不能夠兌現得到那些承諾呢? 這樣就真是 看看你好不幸 好了 這一波就不同了 要和澳洲在這個太平洋地區作出競爭的話 澳洲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地緣的優勢 而這些太平洋賭國 有沒有一個的誘因可以使得中國 加強對他們的金錢援助 又看不見有 因為監視不是有人走去撬長腳 純粹就是澳洲要拉攏這些國家 到底中國會不會在有限的資源底下 再去對這些太平洋賭國花錢呢? 似乎都未必會了 就算要花錢 都對那些一帶一路國家 對中國有戰略價值的國家才會去花錢 所以這壇跨太平洋安全區 如果是搞得成的話 又會構成了一個新的抗中聯盟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